各位朋友们 各位韭菜们 大家好 现在这个俄罗斯那边呢 乌克兰那边又有点不太平了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呢 集结了17万大军 说准备明年开春进攻乌克兰 我一看这情况 这打仗还有直接媒体就已经提前预报了 说明年就开战了 这打仗不都是突袭吗 我一听这个新闻感觉很有意思 我估计大家看过很多这种新闻了 现在呢 美国俄罗斯关系又紧张了 他不是又紧张 他本来就紧张 美国就不停地警告俄罗斯 不停地警告俄罗斯 不要这么干 不要这么干 我们会制裁你的 会对你金融 会对你社会各个城市进行制裁 然后俄罗斯就大概说了什么呢 说乌克兰他想加入北约 或者加入北约嘛 北约是一个军事同盟 俄罗斯就说呢 发言人就说 北约 乌克兰绝对不能加入北约 乌克兰加入北约 就是俄罗斯的红线 绝对不行 那美国这边就说呢 美国就说北约接受哪个国家加入 那是北约成员国内部的事情 俄罗斯你不是北约国家 你说什么说 大概就这意思 双方基本就是口水战了 一直口水战了 从 从疼战开始一直到今天 基本都是口水战 当然美国从 内心而言啊 美国已经不把俄罗斯当成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敌人了 美国 因为美国从骨子里面已经 认为俄罗斯对他的国家威胁 已经降低了 不再是像苏联那种的 那种国家威胁 因为苏联已经奋奋离析了嘛 苏联是有多少个国家组成的国家 2014年呢 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 导致了美国和欧洲对 普京进行了制裁 这个制裁不得了 这个制裁几乎是把俄罗斯的经济啊 基本就是整崩溃的 基本上 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 许多人还会觉得 俄罗斯经济 当然俄罗斯经济不如一个韩国GDP啊 不如中国的广东 但许多人会觉得 哎呀 他应该跟那个 还可以吧 他卖点石油应该还可以吧 怎么样 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人民过了大概从2004年开始 生活逐渐改善 因为国际石油价格高涨 然后他大概过到2007年 就开始有点不行了 他呢 2012年也还行嘛 过了 但那几年过了也还行 但是2014年 他吞并克里米亚之后 美国对他进行制裁 导致了他几乎就是崩溃了 几乎 所以 普京下台之后呢 当然他肯定是 要么是被政变 因为苏联 他基本上换领导人 包括俄罗斯啊 基本就是政变 要么就是什么呢 他死了之后 俄罗斯会面临巨大的国家灾难 巨大的国家灾难 也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 强人去独裁这个国家 基本上 他这个国家已经是 基本上已经沦为 就不入流国家了 基本上 一点都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啊 现在基本就是卖个石油啊 卖个天然气 当然向中国和印度 卖一些军火 基本是这样 别的 别的说实在话 稍微有点钱呢 沙特啊 当然美国许多铁杆盟友 肯定不可能买俄罗斯的 那想那不用想 因为他的武器呢 缺乏信息化 他的武器 信息化水平太差了 现代战争已经进入一个高度 信息化的战争 导致了 就这么说吧 原来全人类都在玩那个战略舰 结果航母一出来 战略舰直接就是 淘汰了 原来大家都是玩那个机械 机械机械 像六七十年代啊 等到八九十年代 美国把这个武器玩了这个信息化 那些纯机械的那些东西 全玩了 没人要了 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吧 当然了 印度为什么要采购他的苏联的武器 比如俄罗斯的武器 印度采购了俄罗斯的武器 包括法国的 包括美国的 因为印度的外交 是以大概可以说是平衡外交 他要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他要跟那个欧洲搞好关系 同时他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这印度的外交 他的特点 而呢 就是中国 他为什么要向俄罗斯买武器 因为俄罗斯 他在那个 比如发动机技术 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 包括他的加工一些相关的技术 迫切需要吧 反导相关的一些技术 但是他的这个技术已经 可能再过十年 二十年 中国共产党可能也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乌克兰 乌克兰不是跟俄罗斯闹掰了吗 这两个已经成为敌人了 乌克兰也有大量的前苏联的技术 所以乌克兰也把好多东西也卖给中国了 就相当于明白的意思吧 中国他的这个军事技术啊 基本上是八九十年代 他接受了大量的西方的军事援助 包括 八十年代的西方军事援助 九十年代的苏联 就是苏联解体 形成了一种红利 大量的苏联的那些军事武器啊 技术卖给他 包括苏联的一些前苏联的一些工程师啊 大量的到中国来 相当于打工嘛 就这种 但他跟美国的差距依然是遥不可及啊 因为苏联军事力量跟美国的差距 他的科技水平是遥不可及 他差距是 太遥远了 我只能这么讲 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苏联的空军主要战斗机还是米格奥三 还是米格奥一了 当时苏联空军苏奥机还没有大规模装配军队呢 美国已经是F14F16 整个就是信息化作战了 海湾战争美国就已经 包括那个直升机 阿帕奇都已经 整个就是 根本就跟你是地球人了 说实在美国是 美国打你就跟外星人打地球人 如果普京下令俄罗斯入侵武坦 美国或将在经济上打击俄罗斯 当然呢 拜登政府也有很多选择 包括切断普京的同僚 和切断俄罗斯向世界各地输送资金的金融体系的联系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切断俄罗斯的Swift 它有一个金美元的这个国际支付体系 你看啊 包括俄罗斯排除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国际金融支付系统 Swift 这个呢 它是美国主导了 也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系统是你要想国际转账 比如说中国的银行转到美国 你必须要进入这个系统 如果你不进入这个系统 那真的是 那这银行没有办法进行跨国转账 就你连用美元都没法用 你不用 你没法用美元了 你如果就像朝鲜 你如果被排除出这个系统 那你就是朝鲜 那你就是伊朗 就这样 就这么恐怖 这个系统有多么大影响力呢 当美国 当美国的伊朗核计划 向Swift施压成功 要求其切断于伊朗银行的联系时 伊朗损失了近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 和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额 伊朗应该也很快了 很快了 俄罗斯也很快了 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同样将是毁灭性的 俄罗斯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出口 石油美元的流动也依赖于Swift 那将不得了 那将不得了 2014年 过去十年 美国已经对俄罗斯的实体个人进行了一系列制裁 我看到报告已经进行了六十几项制裁 其中 很多原因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了克林米亚 然后 普京就俄罗斯 他还在2014年 他还支持了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分裂分子 就是乌冬 他乌冬要独立 美国的制裁还包括 试图对俄罗斯的干预选举 恶意的网络活动 侵犯人权等行为进行惩罚 2014年以来 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军事力量 因此呢 尽管普京否认了任何进攻的意图 俄罗斯仍将面对一支更有能力作战的这个乌克兰军队 当然有人说乌克兰军队跟那个俄罗斯军队是不是不堪一击啊 首先这个战争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战场是在乌东的顿列斯克这几个州吧 这边是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已经被俄罗斯占领 首先这个战争 从2014年开始 它是一个低烈度的战争 它并没有是一个并不是一个高烈度的 它相当于一个游击战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战争呢 乌克兰它基本上是可以应付 基本上是可以应付 相当于联兵嘛 乌克兰它的 它为什么2014年到今天还会这样 从国际上它有两个 两个需求吧 首先俄罗斯它希望把这边独立出来 可能成为缓冲带 乌克兰呢 那乌克兰不是上去直接把它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因为乌克兰也需要这个地方的冲突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不断冲突的话 它对这个地方的经济的破坏将会是巨大的 乌克兰它的亲欧派主要在西方 就乌克兰以西 而亲俄派主要在东方 也就这几个闹独立的地方 也就是说它如果不停的发生小规模战争 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很快就会倒退了 还有一个 它会加剧整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的上升 就是整个乌克兰都会觉得 哎呀我们国家 怎么样就是国家荣誉感 国家的危机意识会不断上升 哎呀我们要保家卫国啊等等 这个的话 这个战争对乌克兰而言是有好处的 一定要记住啊 这种小规模战争 因为乌克兰也知道 普京不可能打到首都的 不可能大规模进攻的 为什么 普京没钱 俄罗斯没钱 因为俄罗斯他也是说白了想用这个来试一下西方的底线 西方你这个底牌 因为 因为 俄罗斯 最终不想看到的是什么呢 乌克兰加入北约 如果乌东这个事件能拖住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 那基本俄罗斯已经达到目的 已经达到目的 他只要不加入北约 不加入欧盟 他基本就达到这目的了 基本是这样 好了 那这个定完之后 对世界大势有什么影响 对世界大势基本没什么影响 世界大势 总体而言 他基本上是因为俄罗斯 他基本处于被动的这个被西方不断的压迫 因为北约在不断的东扩 北约 美国已经在像波兰包括这波罗利海三国 美国都有驻军了 美国在波兰应该是在德国是有核武器 在波兰应该也有核武器 也有导弹 然后 但土耳其那就更别提了 如果是乌克兰 比如说纳托维亚 这波罗利海三国 美国都有驻军 而且美国的潜艇呢 就在这门口 就在这个地方 就只要他一出来 美国潜艇就在这等他 然后黑海 美国的军舰天天去黑海 就是抵径侦察 绕着俄罗斯边境线抵径侦察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 俄罗斯军舰又抗议 又那个就是尾随 怎么样怎么样 美国军舰啊 或怎么样 就这样 然后 他基本上 俄罗斯他基本已经是强弩之末 也没有什么叫板的资本 因为 你要想有叫板的资本 你必须要有钱 你没有钱 你 朝鲜 你先想朝鲜 想想朝鲜 朝鲜知道吧 没钱 就那样 伊朗也是 伊朗在这 伊朗在这 所以 当然对于共产党而言 是不是个好的信号 如果 俄罗斯他真的进攻了乌克兰 那对于共产党而言 真的是个 中国共产党而言 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那么的话 那么西方的重心 会再次回到欧洲方向 而不再是印太这个方向 所以美国的话 美国也支持乌克兰 给他一些武器 给他一些什么军事元素 等等 美国 他肯定是希望这个事态 就保持现状 你悟动 可以有小规模战争 就打 但是你不要发生大规模战争 大规模战争 俄罗斯他也不会愿意发生 乌克兰也不愿意 这种大规模战争 但会不会有呢 如果有1%的概率 假如有的话 那对于乌克兰而言 其实是个好事 其实是个好事 因为当全世界的 尤其是美国的 注意力 关心你的时候 你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你的重要性就有点像台湾 就两岸关系 就比如两岸关系 关系特别差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对台湾而言 是有好处的 因为美国的眼 美国会关心你 会在你的身上 投资 投那个下注 相当于这样 怎么说呢 一个破旧的帝国吧 他已经倒下了 最后呢 产生了好多那些小弟 就俄罗斯啊 乌克兰啊 都是这些 就是小弟吧 他13个嘛 然后啊 基本就自生自灭了 基本上 冷战之后 东欧的人口 大量向西欧 迁徙 东欧基本是 基本没希望 从人口上来讲 他已经没希望 好了 拜拜